得道高深 他真的闭关的做什么样 他真的什么都不吃了 照样能够生活 这种所谓真正的得道 那还是在那边吃素 还是在那边吃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得到 那 这个 这一段呢 你看 他说一样是背账服 因为穿的很好的衣服啊 怎么样 那 这个 不受了氏族的一些 那个礼法观念影响 也不会过于操劳 也不会说过于思虑 过于担忧事情 过于恐惧 对于甜于 永远保持兴趣的愉快 那今天有一块烧饼 会得到一个馒头 他就很开心 很知足的人 这种都是所谓圣人 那这都是长命百岁的 再来呢 像贤人 再来就是贤人 那这些呢 都是 这三种人 真人 圣人 贤人 都是足以 长寿的 那 当然我们不能说 一定要做到真人 圣人 贤人 但我们尽量从这个 上古天真论里面 找出一个健康长寿的方法 很重要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综合这一个整个章节 你们都知道 一定要保持开心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不要去计较很多事情 人都会有大限的一天 但是能够开开心心的过 就是 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 没有办法做到真人 真人的话 真的与天地 他与天地同寿 那 这个 过去呢 我就碰到很多 这些人呢 可以看到 看到这些 在所谓的四度攻击 这些真人还在 会常常在耳边讲话 有的人就遇到这种事情 遇到这种事情 那到底怎么样子 那 我也不敢讲 我们这个 听人家说 那比如说我在诊所里面 有时候 这个 牢外 这个牢外 他根本没有看过中医 什么中医的书 黄历内经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中国人的东西 讲的是英文 对不对 那他会看到一些东西 在我诊所里面 把我也吓一跳 那有没有真人 或在旁边 我怎么就不知道 只是说 出这种事情 那可能很多地方 你们都会遇到 那这种事情呢 姑且听之 姑且信之 姑且信之 不管是怎么样子 心情愉快最重要 好 就是长寿的 好 诀窍 第九页呢 我们现在进入第九页 就是所谓的 士气 调神大论 篇第二 好 这个士气呢 我们讲的就是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这四个 季节 跟我们的农民种到 五谷收成 他是一起在行 一起在走的 春天呢 就是生 夏天就是长 秋天是收 冬天是长 这个我们要去了解 他的信 他的信 好 了解他的信 那士气 调神大论里面呢 他说 春三月呢 这叫做发尘 天地 巨生 万物 以荣 好 这个发尘的时候 这个尘就是过去的东西嘛 成年往事 过去 发尘 就把去年的东西 重新开始 好 这个开始成长 那 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 去掌握 春天的春季 我们如何 我们就 就是 如何 我们让我们的身形 形体呢 跟着季节走 如何去调他的 因为季节转化 我们身体的体 也要跟着调整 这样子的话 能够合于节气 这种都不会生病 所以这是预防医学的开始 预防医学的开始 那春三月的时候 基本上的原则呢 叫夜卧早起 就是 要晚睡 晚一点睡 早点起来 睡眠时间很短 春天的时候 那 起来以后呢 广布玉庭 就慢慢地走路 不要 不要跑 这个 所谓批法怀疾 因为中国以前 都留长头发 法配绑起来 把全身松掉 衣服呢 不要穿得很绷紧的东西 在院子 在庭院里面 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那同时呢 保持心情的 这个 稳定 不要去动 动怒啊 什么都不要想 心情让他很平静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什么 生而勿杀啦 余而勿夺 赏而勿伐 就是 私语的意思 任何人找你谈事情 同意同意 很好很好 不要去随便去攻击人家 因为这是春天嘛 春天都是很好 我们要生长 不要去 不要去斩沙发 人家说小孩子要跟你要五块钱 不行 你再发脾气 你正在广步渔庭的时候 你儿子跑来跟你要五块钱 不行 你说不行 你就没有混合春天的保养之道 可能你为了这五块钱不给他 就你命就比较短 或者生个病 对吧 不好 滑不来 所以说 同意 很好很好 这是 这个 这个应春天的 节系的 以春之应 这就是 养生之道 这就是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所以春天的时候 绝对不要发脾气 要赏而勿伐 不要去处罚人家 那如果反腻 春天呢 煮肝臟 腻子呢 伤肝 肝臟 那为了一点钱 肝臟受伤的划不来 这是春 在月 我们如何保养自己 那如果说肝臟伤到的话 在夏天的时候 就会看到 夏天本来是热的 可是你如果春天受伤 你没有按照发尘 这个发尘之道 生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性 生的这个性 而来保养 保养自己身体的时候 肝臟 肝气受伤 到夏天的时候 就会得到寒 的症状 好 因寒发生的 那个症状 好 那 夏三月呢 我们称为 翻秀 这个秀气呢 翻秀 就是成长 成长的道 这个时候 夏天的时候 天地正在相交 气在交流很厉害的 很热 万物滑石 这个时候也是夜我早起 晚睡 早起 这是养生之道 春天夏天 都是要晚睡 早起 好 那无业余日 外面太阳很大 我不要太阳 我要躲起来 夏天宝 要要要 即使很热 你在流汗 要把它当成享受 流汗 好开心 好享受 好 那是自无怒 这个 这个时候 夏天一定会得汗 得汗 那汗的话 这个 因为身体里面太热 我们人 现在人呢 身体的 里面的气血 阴阳气血的循环 是随着四季在走的 夏天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调 是成为夏天的状态 这个时候 我们的汗 经历要让它透发 让它透发 那你不能说 哎呀要流汗了 我就跑到冷气阶里面去 这都不是养生之道 所以说 冷气可以用 但是呢 平常的时候 你要出去外面 你要流汗 流汗的时候 要等它透发以后 再回到冷气阶里面去 而不能说 在你汗没有透发的时候 跑到冷气阶里面去 这就会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 那夏天一定要出点汗 好 这个 我们的所谓灼气 才能够得泄 因为太热了 太热的话 身上会产生燥热 能够汗 能够流出来的时候 这个 灶热的气就会散掉 这是 夏气之一 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养生之道 如果说 你没有做到 你也讨厌太阳 也不发汗 反腻 就会伤害到心脏 心脏受伤了以后呢 当时不会发 当时不发 到秋天的时候 就会产生咳虐的现象 比如说一些往来寒热 一些咳嗽 这个 到冬天的时候 因为冬天是肾脏 肾脏是水 到冬天 那和心脏是相克的 病就会加重 这就是 这里呢 预防医学 同时提出来 如何养生 养生 好 第十 第十月 秋三月呢 我们称为荣平 好 这是收 好 收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 天气非常的 急 所谓天气就是 好 因为秋天是属于金 金气组树杀 它组树杀 非常的干燥 好 非常的晋急 那这个时候 我们人呢 要早睡早起 早点居睡早点起来 和鸡呢 鸡就是早睡早起 好 和鸡同步走 好 同步走 那同时呢 不管是 这个死至安宁 不管哪个节气 好 一年世纪都要 人都要安 人的想法 情绪上面 都要非常的安宁 好 这样子才能够 把秋天的 树杀的 精气的树杀 好 能够降下来 好 这时候 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时候我们使 你看 收敛神器 使秋气平 好 那 这个方法呢 就是 应秋天的照 秋天的荣品 就是要组收藏 你如果说 秋天你反逆 你不知道收藏 你还是 很晚睡 很早起 然后也不知道 如何收藏 然后情绪也不好 常常有动怒 常常这个 过喜过忧都不好 过恐都不好 那没有了解到 所谓收敛的那种 好 那种 这个精神 这个时候 受到伤害 伤害到肺的时候 当时不会有问题 秋天不会有问题 但是到冬天的时候 就会产生下栗 好 这种现象 好 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的养生之道呢 好 就必藏 这个如何去 好 如何去必藏呢 按照皇帝内军 冬天的时候 外面是冰天雪地 这个书在大陆上 北方写的 所以你在台湾 你说不对啊 这样不对 不要在这个地方 去计较他 好 冬天的时候 我们要早睡晚起 睡觉的时间 要比较多 因为收藏 把自己藏起来 好 入夜了以后 要晚点 这个要早点去睡 好 早上呢 太阳亮起来的时候 再去起床 最好 那 你的意志 情志方面呢 尽量收敛 好 如果有失忆 好 就不好 那尽量收敛起来 好 无欲无求 那 这个我们随时 保持身体上的温度 好 这个时候 不适合出大汗 所以很多人呢 说冬天啊 我去跑步啊 什么样子 冬天就跑步出汗 这都不是养生之道 那还有人呢 冬天呢 跳到那个冰水 冰河里面去 好不好 冰河 打个洞 跳下去 有遥远 有没有 很多人在 叉尔滨啊 长春啊 什么地方跳 那个好不好 不是好啊 因为你跳下去 中心认为说 寒 寒急 生热 寒急 生热 如果说 到极限的时候 会产生热 正常的人 可以 正常的人 我想说 正常的人不可以 冬天的时候 我们尽量 不要出汗 因为你如果跳到 冰雪里面出汗 会生大热 会冒大汗的 但是真正有心脏病的人 反而适合去洗冷水 中医认为说 心呢 吸冷 吸寒 为什么 这个冬天的寒冷是水 水能够克火 当你一抢水的时候 一抢汗水的时候 出回去 这个叫做 母能令子虚 木头 就很多的木头 会进入火 让心脏会加强起来 所以我们知道 心脏病 不害心脏肥大的时候 写的这种 你这药还不要吃 早上写的这种 中午一口就打开 开始吃不去 为什么 就是因为寒 那 所以 如果说 有一个 一个人 我洗冷水澡太痛苦了 这个东西 洗冷水澡不是 这个折磨吗 对不对 用冷水去冲脚就可以了 因为脚呢 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那我们有寒水 冷水 你不要去那种冰水 真的就一般的水冷水打开就好 冷水就冲着脚 那 寒急 能够生热 刚开始冲 那一两分钟之后很冰 刚开始几秒钟最冰了 越冲是越热 好 你还是同样的冷水 温度没有变 冲冲冲不热 不冷了 然后脚开始热起来 心脏的痒就会回头 这是我们治疗心脏病的时候 平常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 养肠之道 所以这种中医的所谓的养生之道 同时呢 也是可以拿来治病的 同时可以保养身体的 所以你如果一年四季脚都是冰冷的 你可以 你因为不愿意吃 吃冲药 你就用冷水去冲冲脚 一冲冲 大概一分钟以后开始热了 同样是冰到 你手去摸水 你以为是热水跑来 不是 你摸 水还是冰的 可是你脚就热起来了 寒急会生热 所以冬天的时候 尽量不让他出汗 所以冬天运动 跑步流汗不是很好 那如果反腻 冬天不该汗 而你流汗的话 反而会伤到肾脏 肾脏伤到的话 就会生伪瘀 肌肉啊 萎缩 容易有 这个 这个 精神不正的现象 绝对是精神不正 那第十一页 这个四期调整大论 里面呢 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讲的呢 就是说 我们人啊 要跟着24个节气走 那随时看到 自然间的节气怎么走 我们人要顺着节气走 而不能逆着节气走 所以说天气清静的时候 光明则也 常德不止 顾不下也 天明则日月不明 邪害空窍 我们呢 如果说 今天 比如说以今天为例 今天你一看 白天应该要出太阳的 结果是阴天 这叫做日月不明 日月不明 白天看起来好像是晚上 日月不明 这个时候 所谓的 我们要养生之后 就要把自己身体保护好 不要受到风寒 不要受到风寒 因为日月不明嘛 你要把自己顾好 好 这个在 日月不明的状态之下的时候 最容易 好 生病 就 邪害空窍 我们所谓的空窍 我们身上有很多的 鱼血 在背后上 在讲针灸的时候 很多的鱼血 好 都是我们所谓的 如果你哪一个丈夫 不是很强的时候 在天气不明朗 阴天的雨天的时候 最容易受到伤害 好 那这个 这个天地之间的这种 不正的气呢 就会利用这个时候 伤害到你 空虚的地方 比如说 举个例 那你一直在担忧 忧 儿子或女儿的婚姻不好 或者怎么样 你一直在忧忧忧忧 忧能伤肺 伤到肺以后 就天气不是很 像今天的阴雨绵绵 或者怎么样 这个时候 你没有把肺窍管好 比如肺的鱼血 肺疏啊 鱼门血 你没有管好 在肩背 没有带围巾啊 什么东西 照顾好的时候 那同样的情形 一个人 他心情很好 他没有什么忧虑的事情 你有忧虑的事情 你会产生空窍 就会得病 它是这个意思 这些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上衣白路不下 交通不表 万物命故 不失 不失者明目多死 二季不发 风雨不节 那这些讲的通通是 天地不明的时候 产生比如说暴风 刮风下雨的时候 产生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特别要注意 那最后一行 你可以看到 唯圣人从之 故圣无其病 所以说 意思就是讲 你如果说 你随时保持你情质 心情非常的好 如果有 这个 一些过喜过怒 过忧 过悲 过恐 的情形 那 今天节系再怎么改变 气候变化了再无常 完全不受了影响 你完全不受了影响 所以我们情质很重要 那最后 十一月最下 最后一行最下段 如果 逆春起则 邵阳不生 干气那边 逆夏起则 太阳不长 心气内动 逆秋起则 太阴不收 肺气焦满 冬起则 邵阳不长 盛气独成 那这一段讲的就是 春夏秋冬 春天 讲的是肝脏 夏天讲的是心脏 秋天 讲的是肺脏 冬天 肾脏 好 那 如果说 你按照 春夏秋冬的节系 按照养生之道 保养自己的时候 你的肝心 肺腎 都不会有问题 逆之者产生问题 那 节系在交换的时候 这个两个节系 在交换的时候 中间产生的 比如春三月 夏三月 这个交接的地方 前一个礼拜 后一个礼 一周 最好的就是一周 过去我们有18天 来回9天 一共18天 一般来说 一周 前后一周 这是节系 交接的时候 所以有 一个礼拜 站到夏天 一个礼拜 站到春天 这两个礼拜 是从春天 变成夏天的 节系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中间 就是我们定义的 长夏 长夏的定义 那长夏是介于 这些节系的中间 中央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把它 换成图的话 春夏 秋冬 中间呢 长夏就放在中间 因为有 长夏 在中间 所以春天 是慢慢慢慢 转换成夏天 夏天呢 经过长夏 慢慢慢慢 转换成秋天 秋天的话 慢慢慢慢 转换成冬天 就好像台湾的台风 那台风的话 都在 这个秋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夏秋交接的时候 那要 夏天要转换成秋天 一个层次很热的 突然变成比较冷的 所以气节转换的时候 天气就开始有台风 所以台风过后呢 开始气温就开始下降了 那中间 这个过程 就要靠 就是长夏 那没有说 今天还是夏天 明天那边秋天 没有那么快 对不对 那中间的 改变那两个礼拜的时间 把第一层长夏 第一层长夏的时候 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所谓的 脾障 脾障 脾障的所在 那脾气呢 脾障 在西方医学里面 认为脾障 没什么功能 所以如果车祸意外的话 脾障拿掉 没有关系 就把脾障拿掉 脾障拿掉了 发起这个 还没有力气 没有关系 都是吃 那个类骨醇类的 就这样的工资 那中医的脾障 下来 解释很多 《黄帝年经》里面 尤其讲 脾障讲的非常的多 那由于我们的脾障 所以 节系在转换的时候 不会瞬间改变 瞬间变化太大的时候 没有人受得了 没有人受得了 所以你如果 今天坐飞机 现在有飞机 以前没有飞机 那现在有飞机 你从福尔达 很热 坐到底 一下 冰天雪地 你刚刚前面两个小时 还是很热 后面两个小时 突然变得很冷 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要保管身体 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 你毛孔是开到了 突然换得很冷的地方 你毛孔还是没有 收莲那么快 因为两个小时 气温就改变了 因为飞机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 那你不能说 坐在那边说 心里面在想 把毛孔闭起来 毛孔闭起来 没有那么厉害 你不是真人 对不对 真人 所以说要用外在的一些 厚的夹克或什么样 把自己身体保护好 真人可以做到 真人的话 他一天 那个春夏秋冬 管你什么建议 他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跑出来 他也不会觉得 行神都不变 你看他这个 看起来好像 二三十岁 可能五六十岁 或七八十岁 他再怎么改变 他也不会感冒受伤 而这种人不多 很少 这一段讲的就是 如果你不按照 节气者的话 就会受到哪些问题 十二岁的第二行开始 这个夫呢 四十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 所以圣人呢 春天夏天的时候 养阳 秋冬的时候 养阴 好 这个阳和阴呢 好 这两个呢 作为阳 这两个作为阴 好 我们如果说 我们有阴阳 来看 正常 正常 正常呢 阴和阳之间的关系是 阳呢 如果没有阴来治他 没有把他拉住他的时候 阳会往外走 阳是阳性是很浮动的 就变成 孤阳 没有阴 没有阴 那同样的呢 阴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人身体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求询 好了 这是阴在里面 因为有阴 所以阳可以在外面 把它固表 固住 这个呢 我们把它解释成表 阳在外面呢 它主要的功能呢 它就是 能够固表 那阳能够固表 是因为 你们有阴在里面支撑他 所以阴提供了阳的能源 所以阳呢 才能有这个能力去固表 这是相辅相成的 那如果说 阴虚了 里面虚掉了 当里面虚掉的话 阳没有牵制 没有东西牵制他 阳就开始外服 好 所以如果一虚掉的时候 阴一虚掉的话 阳就无限的外服 就会造成阳太过剩的状态之下 这是一种情形 还有一种情形呢 表面的阳 如果虚掉 好 比如说 讲个例子 二一个呢 毛孔打开来 汗一直流流不止 好 那一直在汗流不止 那这个流出来的汗水呢 就是阴在烧路上 因为你阳本来是固表 现在不能固表 那阴呢 原来是正常的阴 有阳在固表 所以阴就不会散失掉 那现在如果表阳 虚掉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阴就会往外散 好 所以说阳虚也不好 是阴虚也不好 这是我们对阴阳的定义 那春夏这两个节气的时候 我们要养阳 就是要表 那养阳的方式呢 就是要让它汗 汗能够透发 那道秋冬那时候养阴 不适合出汗 养阴 这是我们一般来最简单的解释的方法 所以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 逆及跟则发起本 坏其身 故阴阳事实者万物之始终 始生之本 那这个我们要随时顺从阴阳事实的关系 那个春夏秋冬的节气的关系 这个时候顺阴阳则生 逆则死 这里提到 你看这一段 从十二页来算 第六行 反顺为利 所谓内阁 故圣人不自以病自未病 不自以乱自为乱 那这里呢 稍微 跟周围提一个东西 我们的难经里面 好 这个 第三难 我们手呢 好 这个手掌 我以左手 好 左手这样子看 左手 这个 到这边来一个高谷 我画个高谷出来 高谷 我们叫做官 就是 官上呢 为寸 官下 为尺 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东西 我们要下定义了 我们如果官把它画成一条线 所谓寸的定义 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定义为阳 这个下面呢 我们定义为阴 但是它有限度啊 有个表 不是阳 阳跑了乱跑 到底有多长 好 所谓寸呢 就是九分 好 死呢 从这边开始算 是一寸的距离 这是九分的距离 这是阴和阳的极限 阴和阳的极限 所以我们手 如果我们手去摸这个脉 一摸上去的时候 尺子到处呢 这是阳 这是阴 这是中间的地方 那这一段距离应该只有九分 只有九分而已 九分 所以九分的寸 比如说我们一手 这是同身寸 九分一点点 好 一点点 那后面呢是一寸的距离 所以麦呢 应该从 官麦下来 这边有一寸的距离 到后面就没有麦了 一寸 最长只能到一寸 太长了 就是过 就称为阴 太过了 如果是阳 那么 就这边